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员可能他们不太有经验 或者他们都需要经过一个绝世纪 但是政府可能因为他当时自己的盘酸是完全失败 或者他的落差太厉害 可能他根本也能抑制不了那样东西 为什么自己看得那么错呢 但是据我想了解很多根本选到的 他未必就说一定是很心黄 或者很多他想选出来都是想做些事 他都是想积极地 变成在议会里面不是每样东西都是 政府说了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都可能想做事 但是其实政府为什么不索性利用这个机会 给那些新的议员有些机会来发挥一下呢 就不要说有样东西跟他们敌对 是吧 我始终经常觉得这个是必然的了 因为我们在议会都这么久了 就是那个互相来到有些 你说配合一方面 但是你说制行有一方面 你两边来说 你说你是有些东西你是会对着 有些东西你是要合作 这个是就是数来都是这样的 哪里有议会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是香港政府来说 如果他每次都不尊重人选出来的议员 就变成了香港人就越来越会不开心了 那你香港政府是不是真的想香港人 这么不开心呢 因为你很多的位置 其实你是可以走 你不要只是想那个政治那方面 就是你很多其他的政策 人家是看着你的嘛 就是希望你做得好的嘛 那为什么你不立起一些 不是你认为 就是不是说什么凡事都跟你作对 就是一些的议员 他起码他都是用一张理性来跟你去谈的 但是未必各样东西都对你听 未必各样东西都对你 未必各样东西都对你 但是这些是人民的声音 那你有议会了 有议员呢 他们就有这个角色的嘛 那就是其实香港政府 就应该首要要做到这些东西 那我都很希望 就是这些东西能够 就是在立法会选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了 做一个的平台 就是给一些和我们可能同一想法 就是说不想香港太过两极化 一些这样的想法的人 会不会他们是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帮忙做些东西呢 那如果和我们是有同一信念的 说在议会那里应该是走回来 不是走开 因为你越走开 议会就没有了作用的了 现在大家看到那个议会这样 都怕了 是吧 所以呢我们就说 如果有些人真的这样想 说我们认为应该是可以做一个缓冲 可以做一个平衡的话呢 那些人呢 如果他们是有心去选 那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下他们 所以呢 你说再一次 就是我再说的是 希望联盟不是一个党 它是一个平台 和一个是志同道合的派别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